过去几周 全世界的新冠疫情伴随着大范围的复工 进入了又一轮爆发性增长 6月21日更是创下了单日新增数据的最高纪录 一天新增18万患者 截至6月24日 全球感染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24万 中国北京已经开始新冠的第二波攻坚战 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战胜第一轮肆虐 就要被迫接受新一轮爆发的咄咄逼人 特别是美国 对待新冠肺炎丝毫没有任何控制办法 截至6月23日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230万02288例 单日新增26643例 死亡病例达到了12333例 美国的邻居加拿大确诊病例也超过了10万人 且死亡人数也达到了8454人 面对这种惨状 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是气疯了 在6月20日的竞选集会上 他竟然说到 美国之所以这么多案例 就是因为测试的人太多了 测试的越多 那确诊的人就越多呀 美国的测试数量比韩国中国等其他国家多多了 所以特朗普要求工作人员 放慢冠状病毒测试的速度 这招真的是让全世界 乃至全宇宙人民都目瞪空白 当然随着疫情的发展 很多人幸运地抵抗了病毒的攻击 逐渐康复 然而面对这个新型病毒 很多人从一开始便担心 新冠到底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对于后遗症的系统性研究 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才能有确切的结果 然而目前有一些患者 似乎已经出现后遗症现象 因为新冠是肺部疾病 所以很多人认为感染过新冠后 将会对呼吸道系统和肺部功能 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实际上 它可能对我们全身 几乎所有的器官都有影响 后遗症一 今年5月25日 英国首相鲍里斯在感染新冠康复后 第一次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首相却戴起了眼镜 并解释道 我好多年都不戴眼镜 现在突然要戴了 我觉得这是病毒的后遗症 我觉得新冠病毒会对视力产生损伤 根据BBC的报道 新冠病毒影响视力的确有理论上的可能 病毒有可能会引起眼部组织红肿 从而导致视力受到影响 类似的案例 国内的报告也有出现过 后遗症二 嗅觉和味觉 根据北京青年报今天的报道 北京地区近期200多例患者 其中有33人嗅觉改变 22人味觉改变 根据以前的报道 这些嗅觉味觉发生改变的患者 多半是这些器官变得迟钝 不敏感了 而即便患者康复 这种改变依然还会存在 英国皇上成员查尔斯王子 就因此前患上新冠病毒 康复后嗅觉和味觉仍未恢复 但是症状较性 华尔街日报之前有一篇报道说 美国犹他周23岁的曼内威 曾经被新冠感染 症状轻微 康复之后虽然不再咳嗽了 但味觉和嗅觉依然没有回来 他对华尔街日报说 他4月的时候 曾经去过世的祖母家收拾房子 发现自己闻不出 祖母香水瓶子里面的味道 并且因为失去味觉嗅觉 进食对于他来说变得非常痛苦 内威说他吃早饭要花两个小时 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 什么时候不该吃饭 因为他的胃已经不会告诉他 什么时候该吃 什么时候不该吃了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曾经评论说 这种症状可能是暂时的 也可能是永久性的 对于新冠肺炎来说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的 后遗症三全身乏力 微博上很多网友分享新冠康复以后 发现自己体力不如从前 加拿大演员William Joyce说道 我得过这个病 两次检测阳性 我距离第一次得病已经过去69天了 现在还是会感到疲劳 我眼睛也很难受 无力感和头痛是常有的事情 有学者说 这样的情况有点类似于 慢性疲劳综合症 身体出现持续性的疲劳症状 无法恢复 连续发生超过6个月以上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提到一个康复患者调查 发现在头50天里边 80%的康复患者都有这种症状 而如果这种症状持续很长时间 就可以被认为是慢性疲劳综合症 慢性疲劳综合症出现的原因 目前还属于医学未知的领域 但研究人员已经发现 脑部受损可能是原因之一 而新冠病毒的康复者之中 就有一部分遭受到了脑部的后遗症 后遗症四 神经损伤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COVID-19患者 出现了神经损伤症状 包括脑部炎症 癫症发作和患觉 我国的一项研究也显示 在调查的214名住院患者之中 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 占了36.4% 并且在重症患者之中更为常见 这些症状包括急性脑血管事件 意识障碍等 后遗症五 肾功能受损 耶路大学肾脏学家 Ilan Kleiger 在纽约和武汉的早期数据中发现 有14%到30%的患者 出现了肾脏功能的丧失 需要进行透析 4月份 国际肾脏杂志的一份研究表明 武汉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 被调查的26人中 有9人患有急性肾损伤 其他7人肾脏中 也被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病毒可以依附在肾脏细胞上 攻击他们 后遗症六 心血管疾病 很多医疗期刊已经证实 新冠患者有可能会出现血栓 美国著名演员Nick Darrell 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腿部静脉出现严重血栓 最后不得不打右腿截肢 并且这些血栓 可能会从患者的静脉传播到肺部 引起肺栓塞 一些因为新冠去世的患者 就死于这种疾病 在心脏受到损伤方面 华盛顿邮报证实 医护人员在从前没有心脏病史的患者中 也发现了心肌炎以及心律不规则的症状 美国心脏协会的专家说 可能有40%的重症患者出现了心律不规则 还有大约20%的患者 经历了其他的心脏损伤 可能是由病毒直接引起的 灰症7 肺部损伤 放射学杂志有一份研究 在小安本的调查里面 大多数人有肺部损伤 X光片有磨砂玻璃样阴影 肺部是人类与新冠搏斗的主要战场 这个结果也是医疗之中 考虑到以前非典患者的治愈情况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肺部容量受损 部分新冠患者可能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肺功能永远也恢复不到原先的水平 也就是说患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因为肺部受损 患者会喘不过气来 根据英国国家健康体系NHS的说明 大约有30%的新冠患者在康复以后 可能会有终身后遗症 其中包括了肺部损伤 抑疲劳乃至心理障碍等等 甚至还会出现脑路功能的损伤 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小编认为 新冠尽管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较大的杀伤力 但是对于其他确诊的人群 可能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加速身体的损耗 之前一些慢性或潜在身体症状都会加速发生 因此尽管各地在加速重启计划 但是大家还是要万分小心 避免人群群聚的地方 做好防护措施 不要因为身边或自己没有确诊病例 就放松警惕造成终身的遗憾 而对于已经患病且康复的人群来说 积极面对生活 发现身体的不适及时就医 积极治疗 这场人类生存攻坚战 估计还要很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